最近我们有很多同学都找到了工作 不少还拿了两个以上的offer 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幸福的烦恼 该怎么选择呢 这个过程中呢 我发现有不少同学都有严重的选择困难症 面对选择非常纠结 严重起来甚至吃不下睡不着 面对选择困难 我自己是有一个方法的 这里分享一下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选择困难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在对比选项的时候 需要考虑的维度太多 比如说比较offer 需要考虑的东西就包括 行业 薪酬 工作地点 公司大小 对务构成等等等等 今天是这样 一开始觉得公司A很好 给他工资最多 但是一转念 想到自己年纪不小了 接下来可能要生完 公司B的work-life balance似乎更好一些 可是再一想 公司B所属的行业比较传统 以后职业发展是不是会不太好 于是越想越多 甚至辗转反侧业部的妹 想解决这个问题 方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拿一支笔一张纸 把你想到的东西都写下来 然后把这些所有能想到的因素 按照重要性排序一下 再从上到下 逐条考虑这几个选项的优劣 很快就能得到答案了 其实选择困难 不是要想的东西太多 而是想要的东西太多 如果分清主次 有所取舍 事情就会很简单 其实找对象也是人 谢谢 感谢观看